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妹 今天呢 给大家介绍两款佛牌 这两款佛牌呢 一尊呢 是我们龙普拓 龙普拓大师傅的这样的一个自身牌 另外一尊呢 是我们的莉拉佛牌 我们就先来看这个莉拉佛牌先 那这款牌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原装的 云装的这样的一个妙盒 就这样的一个盒子的 那我们打开这个盒子来看一下 这款莉拉的这款佛牌呢 是那个龙普培啊 龙普培大师傅开光祈福加持的 佛牌是2539年的 2539年的这样的一个礼拉 我们看一下背面 背面呢 有这样的一个经文 经文就非常的简单 但是呢 法力很强 好吧 法力很强 龙普培师傅祈福的 我们看一下 放近一点吧 好吧 放近一点吧 各位朋友们 看它整个的一个造型啊 对 非常清楚 非常精美 那莉拉呢 它的功效呢 当然是可以 遭人员 遭贵人员 结善员 望财员 祝财运 保平安 能够事事顺利 化解人生道路上的许多的困难 也能够提升我们这样的一个 谈吐的气质 当然就是我们说话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 若遇到一些难以决定的事情 没有办法决定的事实 那行走佛 那也可以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 这样的一个判断 正确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就是人 其实每一个人的人生 都是在不断的选择 我们都要勇敢的就往前走 不要想想以前是怎样对吗 然后呢 可以看到它的造型 行走佛的造型 它的风格是比较独特的 它是有点 它肩膀来会比较宽一点 有点像一个S形状 这样的一个形态 目前我们每次看到呢 它就是这一个行走的知识 所以我们也叫行走佛 象征者能够预知 与光明的这样的一个未来 再看一下背面 我们放小吧 而且要么我们佩戴 佩戴这个寻走佛呢 能够一路顺利 诸事横通 遇到事情呢 都能够圆满 也能够召世方的财源 召世方的财运 给大家如果喜欢这一款的话 真的可以来贡寻 而且这一尊呢 是大师傅 非常出名的师傅 龙婆婆 祈福加持的哈 那 真的可以 这大家贡寻 而且它的佩戴价格呢 也没有很贵啊 都是大家能够 能力的范围之类 都是可以的哦 还没有点订阅的话 可以点点订阅 点点关注 好吗 每一次都跟你们讲啊 真的是希望你们可以帮忙小妹 好不好 谢谢 这也是一个小小的善事哈 能够尽你们一些功德好不好 谢谢你们感恩感谢 感谢大家 OK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第二款佛牌了 来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尊是龙普拓的这样的一个自身牌啊 它有这样的一个验证卡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有这样的一个卡片 OK 那我们看牌 那这款呢 我们已经看到了哈 这个是阿赞丁啊 阿赞丁大师傅开光祈福加持的这样的一款龙普拓啊 哇 长海佛利斯2537年 2537年的哦 那我们看一下背面 看 这个是阿赞丁师傅亲手制作的你看没有 背面还有阿赞丁师傅按的这个一个手指印 手指印还保留在里面的看到没有 手指印手指印啊 大拇指印 我是 我的手是很小了啊 我的手是很小了 但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小孩子手指的那种感觉 再来我们看一下前面 阿赞丁呢 在那个挖场还是非常出名的这样的一位师傅 而且他制造的龙普拓呢 也是帮助了很多人啊 帮助了很多人啊 帮助了很多人啊 而且龙普拓的这个自身牌哈 在泰国是非常出名的啊 你看在泰国除了隼得啊 顺面佛啊 那么就是龙普拓佛牌了啊 基本上是在寺庙里面是处处可见 随处可见啊 龙普拓的铜像啊 雕像啊 附身符啊 画像啊等等都是非常多的啊 在泰国很多家庭呢 也是喜欢供奉龙普拓的圣物啊 他其实除除了保那个 那个叫什么保意外对吗 保意外保就是还有保护功效特别好之外呢 其实龙普拓他也是带柴的啊 带柴的能够帮助啊 能够帮助做就是事业发达 同时呢有很多人呢 也会在习惯性啊 觉得龙普拓他不是保意外很出名吗 他们就会在车上啊 放龙普拓这样子啊 因为能够保佣驾车的人 能够平安令人偿命 他也有防小人的功效 然后龙普拓师傅也有防小人的功效 还有就是陷 还有就是能够避开危险 能够避灾难这样子啊 来我们看一下 好我们再看一下背面 三十差不多对对三十年的这样的一款佛牌了 三十年的这个佛牌了 真的说是老牌了老牌了 不管你们请回去收藏 还是自己佩戴 就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呢 而且龙普拓呢是大人小孩都是可以佩戴的哦 都是可以佩戴的保险啊 避险保密 党灾 党意外 这些都非常好的 还有避小人还有招财啊 真的就是都可以佩戴 还有一些就是从事一些高危险的职业 高危险的行业的话 我们也可以佩戴 比如你是 啊 经常会需要一些爬高啊 啊 这些的话 都可以佩戴龙普拓 龙普拓 来就是 来保保危险 这样子了 来谢谢大家的支持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谢谢